新不如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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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向左網時間 剛才第一節我們談到新不如舊 似乎意猶未盡 或者阿榮其實 其實新不如舊是理所當然 究竟在你自己捧的隊 或者看開隊伍裡面 有哪些越看越不順 或者越看越不像樣 未必用新不如舊 未必很適當的 要想起巴西是否沒有技術性 這個必然是 因為其實 回到職業足球的潮流 譬如五六十年代的職業足球員 在先進足球國家的職業足球員 其實都是 練一兩個小時的球 然後對啤、煲煙 他們的體能 是不會有現在的 那麼好的 其實隨著那些 職業球員的體能 越來越好 變成你會面對對方的壓迫一定越來越大 變成你的技術上 發揮的空間一定越來越小 巴西從 74年 世界杯 輸了給荷蘭之後 就開始 尋找一個 新的一個路線 究竟他們那個傳統 贏了三次世界杯 那種技術型的打法 是否可以繼續存在 你看到現在很有趣的就是 巴西的中堅永遠都是 六尺多高的 全部都是轉身慢的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在小時候選賽的時候 一定是選了這些人 因為他要適合回整個職業足球的潮流 就是知道 原來是健碩的 巴西人又相信 尤其是 八二和八六年兩屆 一條黃金中場線 加上八六年有加拉加這些前鋒的時候 為甚麼仍然都是輸 仍然都贏不到 他們反思過 然後九世年有一個比較體力化 比較一個防守性的踢法 然後就知道 選賽的時候 小時候六尺多高的 有機會長得高的 就要打中堅 變了 接著再進而發展到 將進攻的重心 擺在兩翼集道 左後位和右後位 因此牽涉到整個 防守中場的人是不會交球的 巴西現在最大的問題 其中一個就是防守中場不會交球 你見到吉普圖斯還不會交球的 美奴好一點 但他是一個情緒上是一個傻的人 所以才被人趕得長 如果以巴西為一個例子 你見到他是如何反思 面對一個職業足球 越來越職業化 越來越為成績為重心的一個反應 而更改他的路線 阿根廷就採取不同的路線 但阿根廷的路線 比巴西浪漫 其實比巴西更加浪漫 但結果就比巴西更加慘 在今屆來說 尋風你怎樣看 我覺得其實 當然是 大量的第三世界的足球員 一早去歐洲聯賽賺食的結果 因為 以前 無論你多好球都好 你是會在你自己國家成了名 然後在世界盃表演了 看了貨版 然後才去別處踢球 現在就是你在細少盃 已經被人看到了 那就拿你去踢球 其實細少已經很幸運 因為細少是比較遲些才去歐洲的頂級球會踢的 即是他去巴塞的時候已經是 大概是二十四五歲 如果細少一早已經等了他 一隊不像巴塞一樣 是一隊更加功能性的球隊 他當然不能發揮 唯一的例外就是 朗拿道 當然他非常好球 他天生的本力很強 你看一下 細少 他一好的時候 在這個世界盃看到貨版 接著在聖日宴門還踢了一陣 聖日宴門很認真 因為第一個水準低 他可以做多些事情 現在我們看到的大部分的年輕球員 是一早已經抹黑了 他在細少盃有成就的時候已經被人抹黑了 一直跟著路去 所以其實他是很快已經進入了一個功能足球的帽裏 如果你好運的 是打工的 譬如現在你 因為 始終 足球都是一個辯證的 他始終都是 有些功的 如果你去了巴塞 你就可以發揮到 即是你會 入了一個帽裏 就是你可以發揮到 即是等於 舉個例 如果 印尼斯特在英國一定是踢不到 即是印尼斯特如果生在英國 他一定會玩完 即是等於好像 Joe Cole 不是說玩完 因為 那些英國的帽裏 就是你一定要做二百項目 你不是做你最厲害的一項目 但Joe Cole 就是 車路士那個誰 Joe Cole 對 就是那個 叫什麼 國安士 記得中文名字 林特特 不是不是那個領隊 即是現在教國米那個誰 摩尼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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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教練就是這樣 你一定要做到一份半的事情 OK 一份半 他就是說 我多功能的時候 我失滿球場 我經常拿著球 我只要練死球 或者練幾套戰術 就拿你命 其實是非常之悲哀 OK 那Joe Cole 一定不喜歡 所以其實 現在我們看 面對的問題就是 我們在足球 是迅速地全球化 為什麼呢 你打一對球 你最差 打到第六第七 你都會踢這個 歐冠 不是 這個 那個 歐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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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是要拿勝過 你不會出現一個 像拿捷斯一樣 在South Hampton 是一輩子都沒有 特國拼賽打的 那就繼續在South Hampton 做他的事情 是不是 現在沒有了 這個是一個問題 全球化有好 有不好 但是不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就是什麼 就是說 他是跟著 賺錢 那個角度去 那些好的事情 其實我也有時候覺得 你說好也好 不好也好 我看到現在的足球員 就是賺錢而已 他就不像以前那樣 好像打死對方那樣 其實他們都明白 他都明白 我賺錢而已 你也是人 我也是人 以前是冷戰時期 你想想蘇聯跟西德打 都要打架 因為他是政治 唯一有種族 熊都拉斯和薩爾瓦多 因為一場不可以開仗 現在已經是 好像馬克思這樣說 資本主義已經把所有的面紗 不要 經常說我是講錢 你看到那些足球員 他知道其實我們都是人 幫我賺錢而已 所以他們對勝負 現在不是很 你如果看過就看到 是不是 即是不很重要 他知道其實是一個 有好又不好 他們也都看穿了 看穿了 不是說我是英國人 所以我一定 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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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費迪南 或者 Terry Terry是比較壞 我覺得他有點像法西斯 那樣的 即是很多人看得很開 打完球 就完蛋了 即是足球真的有個轉變 因為以前 當整個社會 當整個地球 是兩種陣營對抗的時候 就有正視性多些 或者是還有殖民 後殖民 殖民 被殖民的時候 真的整個國家就覺得 這場球一定會贏 就由 捷克被蘇軍入侵之後 捷克對蘇聯家打得很糟糕 不過我告訴你 那場球就不是足球 是冰上谷軍球 還有手球 所以打得很糟糕 藍斯拉夫對蘇聯也是 在水底下 不斷握春袋 為什麼呢 因為藍斯拉夫覺得 你是大哥 你欺負我 所以其實整件事 你看到整個世界的 那個心情是轉變了 所以最有激情的球員就是鄭大勢 其實足球是很多東西 其實足球是一面鏡 它不是一面全面的鏡 可能是一個蝦鏡 但是蝦鏡也是反映了部分的真實 你看到的東西 你英超一樣的 現在老實說 有什麼地區球會 萬人是世界球會來的 是不是 是世界球會來的 喂大哥 你曼斯特有多少人 現在買曼聯波衫 是不是在曼城最好賣 不是 可能是在大陸最好賣 所以我想這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次繼續討論 一會見 好的